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香港民眾反修例抗爭已經滿150天 港府強推禁盟面法也超過一個月 香港警察正在街上為所欲為 濫屍暴力 香港社會已經成了警察社會 但是11月4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上海會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時候卻表示 對她高度信任 並充分肯定她的工作 還聲稱 止暴治亂 恢復秩序 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這是今年6月份香港反送中抗議開始以來 習近平和林鄭月娥的首次正式見面 外界估計林鄭月娥回到香港之後 將會使用更為嚴厲的手段來鎮壓港人的抗爭 印度財團創立的特雷沙修女社會正義獎11月3號 將一個獎項頒發給了國際醫生組織 醫生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 獎勵他們在調查中國良心犯被非法 強制摘取器官方面所做的工作 醫生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成立於2006年 目前在全球擁有200多名醫生成員 他們針對中共強制摘取人體器官做了大量的調查 得出的結論是 中國已經成為器官移植的中心 而在中國被非法強制活摘器官的受害群體 主要是法輪功學員 特雷沙修女社會正義獎 專門獎勵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個人或者團體 獲得過這個獎項的人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 凱拉西、薩塔亞提等人 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 11月5號發表2019年度網絡自由報告 中國再次被列為網絡自由最糟糕的國家 排在古巴、敘利亞和伊朗之後 這是中國連續第4年被列為網絡自由最差的國家 報告顯示 在65個被評比的國家中 冰島、愛沙尼亞和加拿大網絡自由度最高 排在前三名 報告指出 中共政府在這一年中加強了信息控制 網絡審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造成中國網絡環境中自我審查現象比以往更為嚴重 同時 中共還輸出監控工具 將網絡監控延伸到國外 報告還提到 中共和俄羅斯的黑客 可能與針對民主國家選舉的網絡攻擊有關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